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能够认识神 信从神 与祂交通 跟从祂 那现在这个灵死了 死的灵怎么能够有正确的悟性来认识神呢 甚至这个灵里面的动态也已经没有了 那个能够相信神 产生意志来跟从神的动态也没有了 所以死在过犯诸恶当中的意思是指 人不懂神了 人不认识神了 人也不能信 也不愿意信这位真神 人可以信所有地上的科学 哲学 道德 宗教理论等等 但就是不能信 也不愿意信这位神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办法认识这位神 神与他之间有撒旦 那个欺骗者 那个捆绑者 所以在这样的光景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将神表明出来 然后他死而复活升天之后 接着圣灵来施行救恩 所以主耶稣说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信人 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应该是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 所以人的重生是来自那比他的意志更坚强的上帝 他在他的主权 他在他的意志里面先动功了 所以人被他重生了 人重生之后才能产生信心来呼求神 其实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得救的神学 那并不是你信了才重生 乃是神先重生了你之后 你才有信心呼求他的 所以得救是本乎恩 赢着信 这信也不是出于你自己 所以是本乎恩 神在他的恩典里重生了你 使你不明白的能够明白 使你不能有意志的能够产生意志 所以你才能够信他 呼求他 你看 信是你心灵的行为 那你的意志出发的 你能够信是因为神先重生了你 所以既然是神先在你的里面动起了善功 他先重生了你的 所以他会负责你 保守你的 所以菲利比书一章六节说 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了 动了善功的 动了救恩善功的 必定成全这个功 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 所以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这是真理了 因为你不能做什么来教你自己得救 你也不能做什么来教你失去得救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